台中是一個很競爭的一個都市 那餐飲業來講日料來講大大小小大概將近有七八百間 所以說也是因為這樣決心啦 只要在台中成功 在台灣任何地方都可以成功 昆迪這一次是第二次來啦 最主要因為我們這次是三週年慶 剛好有跟他聊到說我們要舉辦所謂的三週年慶的活動 他就跟我提到說他本身就是一個日文老師 在台灣算是粉絲觀眾大概百萬以上的一個網紅 他就跟我提到就是說我們的料理很好吃 那是不是他來當一日店長 進而把這些好滋味介紹給他粉絲 今天有從台北來的粉絲 或是說從台南高雄來的粉絲 那進而就是藉由他的一個聲量 讓大家更能夠了解博多一家機背 台灣一號店的一些好食材 我們身邊來講到都是從日本福岡 博多港那邊進來的 對所以說我們的最大賣點是漁獲的新鮮的一個部分 真的 看你機肉 三二一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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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